B股后复食一定要从米汤吸饭开始吗? 不一定哦 对于一些通过B股减肥的朋友来说 B股结束后复食可以从米汤开始 逐步过渡到吸饭水果 再到正常的饮食 相当于B股结束后又半B股了几天 有利于减少体重 普通人完全没有必要从米汤吸饭开始 我们这里的同学一股结束后吃什么的都有 有吃火锅的 有吃羊肉泡馍的 一个个活得好好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器官 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聪明得多 但是靠想象得出的结论 往往偏离实际 成为我们进步的障碍